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发布会上 林书豪在拍照 我们的李一峰怕尴尬小心翼翼地走到旁边和找李一峰当着这个举动 真是让网友不小心就笑了出来 篮球运动真人秀节目 这就是灌篮 它是一档全新运动真人选拔秀 将以周杰伦 李一峰 林书豪 郭艾伦作为领队 通过通过篮球聚焦青少年的潮流文化 160多位青春 阳光 荷尔蒙爆棚的少年 进行以中国大学生三成 以三篮球联赛为基本核心 他们有时候要组队比赛 有时候要独立比赛 经过重重的挑战 获得MVP的称号 寻找现在这个时代全新的偶像 他们热血 阳光 健康 积极向上 他们每个人在篮球场上追求自己的梦想 是现在自己的梦想 在发布会上 总经理王云鹏还表示道 这个节目算是女导演的福利 现在的网组领域都非常的关注青少年的 篮球是现在青少年街头文化最好的之一 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 篮球无处不在 很多青少年都非常的喜欢篮球 有年轻人的地方就有篮球 有篮球的地方就有女生尖叫 他甚至还表示 这段时间里虽然每天录制到很晚 很辛苦 但是大家都非常开心 非常的嗨 这就是篮球我们可以看出 请的每一位领队都非常的帅气 周杰伦台湾人 著名的男歌手演员 词曲创作人 电影导演 编剧还有制片人 周杰伦活跃歌坛多年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李一峰四川人 男演员 流行歌 英式制片人 李一峰参加过好男儿 并取得了很乐观的成绩 最后因为古剑奇谈一炮而红 林书豪出生于美国 祖籍福建省 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 看到着大家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评论